是 第一個 滑動 拉長 這個字他寫的到是真的歪掉了 寫的真的是 以這個運筆的習慣來講 他寫字應該真的是很快 他這裡寫的略歪掉了一點 是 夢 這夢就寫的比較輕盈 他把它寫小的 遇到人敏他的習慣把它寫小一點 這寫的輕啊 輕盈的筆畫 全輕的 尖 第一筆重 再來是輕的 這裡又開始稍重 看起來有點重 但是對於他來講 他這種筆畫還不算最粗的 輕挑 輕挑 順勢撇 比較長 撇短那長 顧 顧 還是一開始就種暗 那些筆畫 這種前面尖尖的一樣漏 漏蜂的好處在於 蜂芒畢露以後 這個字看起來比較有神采 那沒有蜂芒畢露的情況下 看起來比較 比較頓 看起來比較浑厚 就像顏真青 從來不蜂芒畢露 所以他字比較浑厚 成 這個成肯定是個錯字 一般書法家成也不會這麼寫 不曉得他去哪邊 他應該有所本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的本 在哪裡 是預計哪一個字體 或哪一個 杯帖所做的 很少 書法家會寫成這樣的 所以這個字 盡量不要寫成這樣 否則大概沒人看得懂 好 注意這個長短 跟間隙 這間隙其實都還蠻近的 這個寫得非常的斜 那這抬得非常的高 這橫折非常的短 這點挑幾乎看不到 快要消失在那運筆之中 中間書法還是夠緊 這筆畫多到一層一層的 多到嚇死人 但是你要想辦法顧好 他中間的間隙 這是沒辦法 筆畫多就只能這樣 注意他的間隙 上面長下面短 這個點通常是要往外一點 狼 點 這又寫得很短 那又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部位寫得好寬鬆啊 到處都是露出那個縫隙縫隙 然後耳朵又寫出他的招牌耳朵 看起來很奇怪的耳朵 好 狼 大頭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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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